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陈启祥才说 没关系 他再给一千万 而法庭内临时律师团咄咄逼人 不断逼问陈启祥六千三百万当初是否给的出于自愿 陈启祥不得已改口回答 是 今天他们这样问 你有觉得说真没合理吗 你当初是真的几万要把这个钱都给你 原来在大事过就好了 这年过就好了 过去就好了 律师团的炮火猛烈看得出拼无罪的决心 接下来就要看陈启祥 陈采梅点关键证人 能不能招架得住 三级新闻江文贤 曾正为台北采访报导